观众朋友们好 感应大家来到今天的思想新区报节目现场 在今天的思想新区报中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档播客节目 这一档播客节目的主持人呢 是之前世界银行研究中国问题部门的主管 叫做David Dollar 那么我也曾经对于他本人进行采访 而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这一次播客节目的嘉宾 则是何瑞安先生 何瑞安先生之前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中国蒙古和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 那我之前也有幸对于何瑞安先生进行访问 两位人士都是资深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而这一档播客节目谈的 正是我们观众朋友们非常关注到的 有关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问题 那么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随着李承先生的离开 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中心 这个负责的主任 近期也出现了人员的变动 而现在担任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主任的正是何瑞安先生 在这一次播客节目的第一部分 那么何瑞安先生就首先谈到了 他对于未来布鲁金斯中国研究部门 要做什么的一些畅想 他就说呀 说我最重要的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能够继续严格的来看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以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 而不是对于我们判断的结果进行预先的判断 他同时讲到布鲁金斯的一个重要的优势 就是在于这一些敏感的问题上 他没有机构的预设立场 而布鲁金斯的学者可以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数据得出独立的结论 何瑞安先生同时谈到了 说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研究做得好的话 那么读者在读我们的研究报告之前 他不应该对于我们的研究结论和结果可以做出猜测 他不应该能够猜到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这个话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啊 你看媒体的名字啊 你大概知道媒体的立场观点是什么 媒体写什么文章 你不用看这篇文章 你就知道他大概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这样是何瑞安先生希望避免的 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 他认为我们需要通过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 来得出对于中国的看法和结论 而不是以一个机构的预设立场 在不用看我们研究的时候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就已经猜到布鲁金斯研究所 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第二点他说啊 我希望啊对于中国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促成这样的一场热烈的真正的辩论 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中 都可以展开分析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一谈到中国 往往啊我们说叫华盛顿难得的一致 就是在对华问题的态度上 很多时候啊不仅仅是政治光谱上的不同 利益方向的不同 那么大家一谈到中国所得出的结论 那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在何人先生看来 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讨论方式 他希望关于中国的问题 也有可以更多争论的要点 他同时表示我们对于中国的研究 应该和一系列其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比如怎样能更好的促进美国的国家繁荣 怎样能够让美国自己的自身的政治体制继续健康化 他说呀表演性的愤怒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跟随最新的潮流做出下意识的反应 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我们对于追赶潮流毫无兴趣 那么有关于何人先生的这个理想 那我读了之后呢 觉得也是非常的感慨 我觉得呀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 其实也正是我们在思想先驱报中 希望为大家呈现的 就是呈现更多多元不同的角度 而不仅仅是现在在大家在一些啊 这个现行的一些媒体上看到的 都已经听惯了的陈词乱调 更不是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还有不经深入思考就得出的一些潮流性的 而让人一听觉得很舒服很爽的 这样的结论 哎有关于这个何瑞安先生 对于他对于布鲁金斯中国研究所的畅想 何明先生能不能简单评价几句 哎呀这个何瑞安先生因为你访问过他啊 所以呢我更加认定了他是一位值得增进的啊 一位真正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位学者啊 美国曾经的决策体系里面 有一些令人尊重的这种学者 我们知道啊学者一旦进入智库之后 或者是进入这个政府部门以后 难免就会受到金主啊 或者是政治权利的人的一种左右 在美国也难以完全避免这一点 但是美国的智库还是呈现出了一种多样化的色彩 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方面啊表现得非常明显 但是在极道的政策方面 还是令我失去了我原来的一些期待 因为美国是一个思想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 来自于全世界的这些聪明的人 来自于一个这样一种各种机构 曾经有过很好的背景 学士的背景或者是专业的背景 有点还有从政的背景 他们对很多的问题的看法 应该是表现出一种智慧的光芒 但是非常遗憾 这些人在对对中国问题方面 已经相当的意识形态化 就像何苑安先生一样的 在华盛顿基本上就是一种声音 然后不断的听自己这种声音 即算是别人的声音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声音 这种声音嘛在某种程度上 针对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挑战 确实也是有必要的 美国应该展现一个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呈现出来的这种单调 这种层次烂调 这种不断强化自己的内心所取得的声音 其实是危险的 就是说你对付这个中国 中国是不是像你对付的中国 是那么单薄单翼 还是也跟美国一样的 虽然体制有一些不同 但是实际上社会的结构 也有很多的层次 怎么去找到一些 符合美国价值和利益的 也需要合作的一些层次 怎么要表现出美国自己的价值观 和自己的利益的保护 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多层次需要展开讨论 但是这些年讨论的非常少 所以你看看西方的一些主要的媒体 他们关于中国的评论 你几乎就不需要看 甚至很方便地指出来 中国的人工智能 因为有言论自由 所以中国也没有人工智能 那你可以早几年来说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中国就没有互联网 其实事实上恰恰显示出来 中国互联网的应用程度 一点都不比欧洲差 不比美国差 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需要 美国无论是把中国变成一个敌人 还是一个竞争对手 还是一个合作火盆 需要更加细致一点 专业一点 严肃一点 多元一点 所以有何瑞安先生这样 他能够展出这样一个行星 我觉得在今天这种政治气氛之下 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也值得期待 谢谢何明先生的点评 那么之后的这一段采访之后 何瑞安先生更多的就谈到了 他对于中美关系变化的一些思考 当时主持人杜大伟先生 Daddy Dollar就问他 说近期我们看到美国一些高官 不管是布林肯国务卿也好 是耶伦财长也好 都去访华了 是不是现在中美关系 可能会出现某一种解冻的态势 那么何瑞安先生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实际上啊 中美关系出现某一种缓和 是对于双方利益都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 目前国内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挑战 那么减缓美国和西方对于中国施压的步伐 是符合习近平的利益的 而对于拜登来说呢 拜登必须要展示管理竞争的能力 管理错综复杂两国关系的能力 这也是符合拜登利益的 特别是在二零二四年总统选举季即将到来的时候 因此他认为呀 中美关系近期出现了高官的互相访问 并不是说中美关系的本质出现了改变 而是两国的领导人都有动力 试图让局势稍稍的降温 他说呀 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恢复某一种功能性的和合作 那么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和人先生也警告我们 不能太过分夸大这样的想法 我们还记得 两国的领导人在去年十一月在巴黎岛的G二零崩溃 当时气氛相当的好 在会晤期间取得了一定的一致 但是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两国的关系就继续再走下坡路 哎 我们说稳定中美关系 稳定中美关系 似乎听起来很轻便 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 每个国家往往呢又会被自己眼前的利益所干扰和迷惑 从而破坏两国的趋势 对于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看呢 在这里和人先生实际上对于中国和美国的两国元首都提出了非常尖锐的一点批评 他说我认为两国的领导人现在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都对于给外界留下自己软弱或者是迁就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过敏 换句话说 习近平他不希望呈现出对美国的软弱 他希望展示对于美国的某一种雄心和力量 从拜登总统这一边 他也不希望展示对于中国的让步和软弱 他希望对于中国能够呈现出更加强硬的一面 双方啊在短期之内都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这使得找到更稳定的平衡点 反而是变得更加不易了 对于何鲁岸先生的这个评价 特别是对于他对于双方领导人 认为他们有个共同的问题的评价 何明先生你是不是认同 我觉得两个领导人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 嗯 班农总统就是用一些工具性的语言 伤害性的语言 或者是暴躁性的语言 来描述这个习近平 来描述中国 习近平又是什么独裁者啦 中国又是什么电视炸弹啦 用这些语言呢 来去平衡 他试图去平衡中美关系的一个努力 我是很强硬的 班农总统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比较可信的老头 一个可信的男人工人的后代 但是呢 他很担心一点 别怕他太软弱 太老 所以有一篇文章啊 揭露白宫的内部就是说 班农总统在私底下讲脏话很多 讲狠话很多 大家注意到没有啊 就是美国的电视剧里面 所呈现的一些层次 让人物表现某一种个性的时候 在公开场合之下 他可能光明常防 一到二私底下 骂的那个脏话呀 非常非常之多 这一点跟中国人还真不太一样 我注意到的一些中国领导人 台湾的 香港的 中国大陆的一些领导人 他们私底下也不是那么讲脏话 在表面上呢 也不会讲那么多一些刺激性性的语言 你很少会看到 习近平说 班农总统你怎么怎么样 摔跤了吧 很少看到 或者几乎没有看到 对吧 习近平讲到不对体的一句话 大家有时候也会拿来使用 那相比之下 班农总统其实 西方领导人更多一些 因为西方领导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他也表现出亲民 他也表现出自己的强有力 所以有些话呀 你也只能听一听就拉倒了 你不要以为那是真正的领导人的一个 应该合适的一个讲话 某时候他就需要营活选民 这是没有办法的 水民有时候就需要领导人表现这种特质 而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机器 它这个机器一旦得到信号之后 它这个机器就在运作 一旦运作之后 就很难改变 这就是中国现在非常悲悦的一点 十九大之前 我就讲过 我说习近平真正面临的一个问题 不是什么孟建柱啊 或者周永康啊 或者是不许来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他可以通过权力斗争 把他们清洗 而且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呢 将不会有这样的人 真正能够对他构成一种挑战的力量 甚至他的权力的安全 比毛泽东的时候还要稳定 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 但是我说呢 真正可怕的是这个体制 这个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机器化的一种培整 你一旦赋予了给某一个信息的时候 它就没办法表现出联合性 它没办法表现出一种对外交信息的实现的程度 它跟西方领导不同 办法总统合团今天骂你习近平 他明天可以给你握手 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的障碍问题 他不会感觉到尴尬 而对于中共这个体制不同 它一旦得出了这个信号以后 它修改这个信号的时候 这个机器可能会乱掉 它就会发现更加错乱 所以它就让这个机器呢 整个运行的过程中间呢 它有一种特殊的信号去传递给它 那么中国现在糟糕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整个的机器 现在呈现出一个 对美国的 一种反对 基本上认定美国今天的很多行为 就是要防止中国崛起 你在一定程度上 也不能说完全错 但是呢 你要整个机器调适一种 反美的特征的时候 实际上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 伤害到你中国利益本身 比如说中国现在的民众 反美的情绪 从反日啊 开始转移到这个反美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对于领导人 人来讲 本身它是有一种力量和基础 每个国家都是民族主义情绪 但是中国的问题就是 它一旦赋予了这么一个信息的话 领导人扭转 就非常非常之难 因为整个机器它接到的指令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你看看中国一方面没有言论自由 但是另外一方面对美国的疯狂的攻击 莫名其妙的 这些信息莫名其妙的 这种伤害非常的普遍 而且中国的社交媒体 在这方面是放纵的 为什么?因为它符合它的整体的 政治机器人接到了这个信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实际上对于半民总统来讲 虽然它也受制于 整体的舆论压力 受制于民众 受制于国会 受制于它自己的这个团队 但是实际上它的身段 其实要比习近平要联合很多 而习近平虽然被认为是个独裁者 但是它这个独裁者 还是受制于整体的这个 机器人的一个独裁者 所以它要转变起来 它还没有达到毛泽东那种程度 我想突然转一个弯就可以 所以这是中美关系 两个领导人不同的一个背景 好 谢谢何明先生 那么说完了中美关系 两位参与者又把目光 聚焦到了台湾问题上 两位都认为现在台湾问题 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 最为敏感的一个焦点 那么美国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台湾问题呢 何明先生提出了几个原则 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最佳状态是什么 第一要坚决 第二要明确 第三要自信 第四要有纪律 随后何明先生又对拜登政府提出了一些批评 说拜登政府头几年的对台方阵 是不可能与这一些特性一致的 简然言之就是说拜登政府之前几年 在对于台湾的态度上让人觉得不够让人信服 比如美国军方的领导人不断的为中国入侵台湾的预计日期争论不休 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声明反复无常 美国国会对于台湾问题的喧嚣和焦虑中 提到起到了火上添油这样的一些角色 何然先生呢 也对于美国政府过去几年对于台湾的问题 所表达的一些不坚定和不自信 一些混乱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但是何然先生随后表示 说在过去几个月里他特别注意到 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思路和做法 显得更加谨慎了一些 在谈判中在谈到冲突的时候呢 不断强调的是 既不是迫在眉睫必有一战 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呈现了某一种程度的纪律 而在何然先生看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信号 的确台湾问题太过于敏感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一不小心 可能真的引起中国和美国之间 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而在2024年台湾也会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总统选举 这一次选举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对于台海关系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何然先生首先说说我认为呀 风险不一定会来自于台湾本身 我也不担心台湾很快啊 会宣布独立引发关系的升级螺旋等等等等 现在呀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选民是非常务实的 他们不会因为战争鼓噪独立等等等等 这一方面的风险在我看来是比较低的 中国决定铤而走险突袭台湾可能性也很低 但是呢可能性不是零 我们也需要认真的对待 总而言之何人先生认为呀 中国和台湾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仍然都是比较清醒 比较务实的 台湾的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这一边保持冷静保持明确和清醒 不制造混乱 台海就是可以避免进一步升级的 关于这个问题何人先生的判断是不是乐观还是悲观还是正确 讲得非常好 实际上他就是把主要责用放在美国人身上 美国人在过去这些年正在非常混乱 而且有一些军人或者前军人讲出来的话吧 我不知道他们的情报是不是准确 如果从他们做出的分析来看呢 美国这么高级的降临情报都是不那么准确的话 那就比较危险 而且呢把一场可能性的假设性的 没有依据的 时间依据的把它讲成一个时间依据 对于美国的亚特的战略的安全 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经常用一句话 台湾比作成一个香肠 美国人都切一点 实际上中国大陆切一点 这一点是美国人把它塞过去的 美国人把它塞过去的 那么当时候为什么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 是如此的敏感 佩洛西议长支持台湾 当然是没有问题 他也是一个美国的议长 也是一个非常支持民主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他从台湾的安全角度去考虑 如果是满足了他的对民主的心理的期待 满足了美国对民主的支持 如果让台湾这种被切相当的机率更大的一点 那么这个访问应该用其他方式进行吗 我们看看当时候的共和党的议长 他也去台湾访问了 但他去台湾访问之前 第一时间非常短 第二呢他特别去了一次上海 因为知道台湾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平衡关系的问题 美国需要平衡 中国大陆也要平衡 台湾也是要平衡 中国大陆要攻打台湾 哪里那么容易啊 哪里那么简单啊 毛泽东叫嚣了那么多年 结果怎么样 习近平有什么必要 让一个民主自由的 一个繁荣的台湾 去把它以统一的民意去摧毁呢 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原有的平衡打破 有的人就可能会冒险 习近平就有可能是冒险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知道台湾的民主 台湾这个状况 如果离开美国的支持 那么他很快就会遭到中国大陆的摧毁 所以美国有这样一种责任 那也就有这种一种义务 也有这种权力 他三者中间自己是要平衡好 如果失去了台湾 不仅是对亚太是安全的 那对于美国的亚太的平衡 也是一个致命性的 所以美国要一种高度的平衡感 来平衡这个台湾的安全 好谢谢和平先生 说到中国美国之间另外一个焦点问题 就是现在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一系列限制 那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听说过 这样一个词叫做小院高强 什么叫做小院高强呢 言为之意就是说 我们针对中国的高科技的限制是非常有限的 不是说所有的技术都要限制 但是在这一些关键的技术上 我们要进行的限制又是非常的严厉的 那么美国方面是不是真的遵循了这样的政策呢 说的有趣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就在不久之前 就在布鲁辛斯研究所进行了一个演讲 讲述了拜登政府对于中国的高科技雄心的观点和目标 而何日安先生在这一次采访中 也对沙利文先生的演讲进行了评价 他说呀 说美国政府的目标似乎是很明确 希望可以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希望供应链可以多元化 希望减少向中国转让技术中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漏洞 如果中国可以用这一些转让的技术 攻击美国或者是盟国的军事能力的话 的确这一些目标都是有道理的 并不是说这些目标本身是错的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何日安先生说 这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小院高强 我们所说的不是要打压中国崛起 所有这一句话在中国方面看来都是借口 何日安先生也披露啊 他听说他中国的对口官员说啊 说这个去风险啊实际上就是脱钩的一个礼貌用语 什么去风险和脱钩本质都是没有区别的 哎去风险这个词反而可能更危险 因为去风险这个词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来说更容易接受 你说脱钩大家谁也不愿意和中国脱钩 而至于说小院高强的这个概念啊 何日安先生也介绍 中国那些官员同行每天都在抱怨说啊 你说是小院高强小院高强 结果你这个院子你每天都在变大 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小院了 过去是一口天井 现在已经整个四合院都是要对中国封锁的了 何日安先生同时介绍啊 说最近呢他与一位中国的应该是第二管道的一位官员 或者是前官员进行午餐 对方呀就跟他说说目前啊 你针对中国的实体和个人的制裁措施总共有一千三百项 拜登政府实施了其中的七百项 你可能会表面上跟我们说一些舒缓 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话 但是你的行动一点没有表现出诚意 从美国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做法来看 美国对于中国的总体意图是不变的 就是为了破坏中国的增长 阻碍中国的崛起 何日安先生同时说啊 当然我要澄清这一些是中国方面的观点 我并不一定认同他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中国方面对于我们政策的这一些反馈 因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现在对于美国政策的这一种不安不适和不满 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呢 何然先生并不乐观 他说我认为美国呀会非常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 并且坚信采取这些措施保护的是美国自己和美国的未来 我也同样认为中国人对于现状会保持不满 而且不大可能很快会接受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一种封存状况 关于这样的一个判断何明先生你是不是认同何如安先生的分析 我认同 我认为中美关系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老大和老二的关系 或者说老二想到老大担心老二出现 当然情况比这个复杂很多 很多的领域中国的崛起就是对美国的某些利益的伤害 比如说某些行业 某些领域 这个东西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找不到办法 美国的焦虑是永远存在的 除非中国彻底崩溃 彻底完蛋 可能这种焦虑就不再存在 但是这种焦虑在我看起来 如果盈与到了一种比较公平的机制 其实对两个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帮助 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需要寻找敌人 没有敌人它活得不自在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不安全感恰恰是强化了美国国力的本身 美国是在战争中间成长的一个国家 并不是在和平中间成长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对战争本身有一种天然的一种非爬尺感 尤其是战争没有发生在美国本土 所以它不爬出战争解决某些问题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这个对手看是什么样一个对手 中国是要想 你美国这么对待我 我也要以牙翻牙 那就麻烦了 那就中国也会在军事方面强势的增加 那么从美国方面就形成了某一种对抗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军事上形成对抗 在其他领域里面可以开放探斗呢 那可能还可以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现在的大学 现在的科研 现在的民间的商业 甚至民间的网来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破坏 而且呢 在班农政府 做了某一些修复 实际上整体来讲 甚至还更糟糕 比如说 中国的领事馆 在休士顿的领事馆 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 那我觉得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的 这个算是 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中国在这个内陆地区所存在的行为 你就缺乏了这么一个往来的一个据点 你竟失去了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观察 也失去了对西南地区的这些人民的交往 尤其是西藏 那么一个非常敏感的 美国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 我们知道藏区不仅是在西藏自治区 而且在四川 而且在云南 这些地方都有藏区 那美国给藏区的这个支持和关注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但是呢 这一点没有得到修复 那么当然有一些实质的进展 也在进行比较航班的增加 那是因为实在太少了 现在还有很多留学生 积极到美国来留学 但是很多留学生也改变了方向 中美之间的旅游网也会受到伤害 我也听了一些大学的朋友讲 实际上大学 尤其是公立大学 跟中国交往已经自动的关闭起大门 很多地方就关掉了 不是上面说给你一个真正的压力 就有点像类似于中国的政治机器人一样的 他也得到某一种信息 他何必去沾麻烦呢 那我跟法国交往 跟日本交往 那不行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交往呢 我去找这个麻烦呢 这个从长期来讲 对于这两个世界上这么重要的国家 要去予这样一种破坏性的关系的话 我觉得 我很难在未来看到希望 因为 中国的领导人 能不能迎合美国这一套 然后被美国接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那美国这方面 像中国妥协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但是 中美之间 也许这种关系 可能是更好的关系 就是来一点竞争 来一点掙脱 来一点互相监督 也许对地球来讲还是一种平衡 要是真是这两个国家都友好起来 我都有点不自在了 嗯嗯嗯 对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 两国关系啊 不好的时候 我们又觉得危险啊 觉得担心 两国关系真的好了 又感觉好像不那么习惯了 对 那么同时啊 这个主持人呢 也问及了何然先生 另外一个 我们非常关注到的话题 就是说现在说啊 拜登总统啊 与世界 我们民主国家 或者是与我们价值观 类似的国家 达成联盟 携手共同应对中国的危机 那么美国和盟友的协调和伙伴 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 关于这个问题啊 何然先生可以说的非常的礼貌 他说呀 说对于这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看到啊 何然先生口中的字母汤 什么叫字母汤呢 AUKUS 各种各样的这个联盟 三国联盟 四国联盟 五国情报共享等等等等等等 从这些组织来看 有很多这样守字母的组织啊 这些守字母的会议 那么的确 美国呢 在非常积极的和盟友和伙伴 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 何然先生 这个语调一转啊 说但是啊 我认为在加强和盟友和伙伴的协调 应对中国这些问题方面呢 美国还需要一点谦逊 还需要一点耐心 首先啊 我们说谦逊 美国即将迎来2024年总统大选 其实现在实际上很多国家 即使是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 仍然有基本性的信心 但是在预测美国政治走向 在判断美国是不是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事物啊 仍然呢是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在何然先生看来 这一些国家呀 在恢复对于美国的信心和愿景之前 他们仍然希望谨慎行事避免风险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点 何然先生说啊 如果我认为呢 拜登政府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是他说清楚了 在与中国处理关系的时候 我们希望避免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先进技术流入中国军队的手中 我们不希望中国的这个专制的利器 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 但是你到底想达成和中国什么样的关系 你想实现什么 这一点实际上表述的并不清楚 你向大家勾画的是 你不希望中国做成什么 但是你希望和中国建立怎样的关系 你不希望和中国开战 你不希望和中国发生新的冷战 但是未来中美关系到底怎样才是美国的理想构建呢 而在何仁安先生看来 美国更需要在这些方面 给出盟友一个真正明确的答案 而这些因素将促使盟友和合作伙伴对于我们更有耐心 我们的目标更明确 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目标也更安全 但是这里啊 何仁安先生也说啊 但是啊在我们美国外交啊 耐心和谦逊 并不是我们为人所褒奖的特质 言外之意就是 美国在外交上啊 经常呈现的是比较急功近利 有的时候呢 又显得有一点财大气粗 而在何仁安先生看来 这两点呢是美国必须需要改变的 而在这一次专访的最后啊 这个主持人David Dollar啊 也问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说咱们呀 也别光谈中美关系这些糟心的事儿 未来五到十年 如果你展望一下 中美关系最乐观的情况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啊 何仁安先生可以说是给出了一个 让我们觉得玩耳一笑的一个答案啊 他说呀 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 因为啊 我们不经常谈论中国美国关系 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往往想都是最坏的结果 因此啊 我非常希望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把时间往前推五到十年 中国和美国之间 可以达成的最好情况是什么呢 何仁安先生的答案是 我最我能够想到最好的情况是 中国和美国两个人都有新一代的领导人 他们可以专注于解决未来的问题 而不是对于过去的不满 进行口水战和裁决相互报复 我希望未来一代的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认识到 解决两国人民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需要中美之间正常和持久的关系来实现 而不是通过两国越来越深的敌对来实现 我希望未来一代的中美和领导人呢 不掩盖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 但是也不要让这些分歧成为主导两国关系的全部 未来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只会继续加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平衡和合作的空间 就越来越少了 他同时说啊 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和美国的未来领导人是一定会出现的 但是这种美好的结果在习近平时代是不是会呈现呢 也许不会 但是毕竟习近平也是个凡人嘛 他终有一死的 他也不会永远掌控中国 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个一个事实 就是在国际关系上啊没有永恒 往往啊有一些过去的敌人 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最亲密的朋友了 德国曾经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现在德国是美国重要的欧洲盟友 中国美国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改变呢 是不是中美关系啊风雨过后一定要出现彩虹呢 何人先生说啊 我并不是暗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是现在呀我们确实需要保持谦逊 同时也保持想象力 不要仅仅根据我们眼前看到的中美关系的现实 就预测未来的走降 何人先生啊这个有关于未来的乐观判断啊 昨天我也和和平先生分享了这一段 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这是何人先生啊 怎么说比较调侃又有一点自嘲的一个判断 中国美国之间是不是真的需要等到下一届领导人 才可能会出现某一种调和 或者是中美关系的再平衡呢 还是说即使是在拜登和习近平期间 如果两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的话 中美关系也可以进入一个不一样更加良性的轨道 何明先生 其实我完整的听完你刚才这句话比之前我一看标题吓一跳 等到习近平死了 中美关系就好了 看了你刚才完美的转据之后 我认为她的话讲的是很机智 她的话讲得也自嘲 她的话实际上也反映了今天真正的世界的局势的基本格局的特征 这种特征就是需要时间 来让一个混同不清楚的世界可能慢慢会变得清晰一点 原因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到底往哪个方向转 哪个方向发展 是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复兴 变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阵营的领袖 还是变成一个反西方的一个什么新同盟 还是说呢最终慢慢也会转型到有中国某一些特质的 但是政治文明会基本建立起来 比如说司法的更加完美 尤其是在民法方面中国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了 在刑法方面也能够接近文明的基本标准 社会的这种福利贫富的差距会得到某一种缓解 甚至建立起权力的一个可辨识的公开的透明的 可以监督的一个体系 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排除 在我看起来习近平也好李建平也好 都只是这个历史中间的按照张高丽先生的说法是 星空中间的一个杀利 一个杀利即算是他表现了他的一种特质 也改变不了全世界这种越来越合作的这样一种趋势 现在虽然在欧洲这样一个喜欢战争的地方 战争还是在进行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战争并没有被蔓延 对于乌克兰的人来讲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但是并没有演变成波兰 萨尔维亚或者是澳大利 或者是德国哪样这种战争像当年一战 二战那样一个小的事情 然后引爆成整个多个国家一起来参战 然后爆发世界战争 而现在当今的世界的主体还是口血之战 而是文明之争 而是大家在某一种可以接触的范围之内在进行 包括美国的对华的投资协议这种限制力 我认为这种完全是美国的主权啊 美国你可以经过这种算计啊 认为这个是符合我的利益符合我的价值 美国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难道你中国就没有做投资的限定吗 难道其他国家就没有吗 只是美国人嘛就喜欢把话讲得很大 实际上做的能力有那么小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可笑和富为风策的地方 但是这是美国的权利 美国如果这个政策最终执行的时候漏洞北区 它就漏洞北区了 也就这么划算了 美国的这个国家呀 我在前天做点点事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 我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东西你是学不到的 你学了你就会惨了 比如说美国的移民政策 如果你学他的移民政策就惨了 美国的海关 我记得美国的一个公民就跟我说 有一次在芝加哥日关的时候 他呀是全世界的跑 他的职业是一个美国记者 他全世界的跑 他每一次回到美国的时候 他就很沮丧 他说到这个机场的时候 我就好像到了第几十个国家 我说你讲的这些话都是绘画 你别的国家是学你美国 就没人去了 但是美国的海关 美国的移民制度 你认为它漏洞北区 它问题很多 它官僚主义 难道它就不要了吗 现在美国的护照 美国的公民要十八个月才办到护照 你能够告诉我全世界有几个国家这样 对吧 但是你说美国人多数人说 我不要美国护照了 我要被加拿大护照 只有我这样的人可能还这么想 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这么想 美国的这个强大 它已经有了已久 这样一种强大 由于它的国内的跟别的国家不同 它会延续很长时间 所以中国非常粗糙的 简单的得出一个东升西降 是刺激了这个美国人 其实美国要降 还有的是时间降 而东方要升 我同意是升 但是呢 你还要很长时间升 就在这种降和升的这种混同状况 它会很长时间 它可能习近平死了 把他的孙子或者他的儿子 或者是什么人继承 也未必能够让中美关系完全和好起来 但是这种和这种关系 它是建立在一种非战的状况之下 甚至会出现非正义的状况 因为今天美国和欧洲联盟在一起 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这个联盟那个联盟 这个联盟那个联盟 但实际上这些联盟跟当年的热战时候的联盟 是完全不同的 那个时候的联盟是非常清晰的 甚至冷战时候都是不同的 但是你今天很多方面都很清楚 我跟你美国这方面我可能是一致的 比如说防止什么海外警察局 防止孔子学院 防止大外宣 这个我们都一致 但是你说你有投资限制 那我就未必一定跟着你啊 甚至你的投资限制对我还有伤害 你要给我补偿啊 哪怕是韩国这种国家 有这样的总统 激功近利 但是三星来讲 他不能激功近利啊 他激功近利就完了 所以我觉得 当今世界是一个伟大文明正在产生的一个世界 人类从来没有想今天正在润亮一个全球化的文明 但是因为 这种文明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 都要更加值得期待 都要更加庞大 甚至是基于人类的全球化本身所产生的一个文明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产生混同 产生摩擦 产生这种争斗 产生这种口血之争 甚至产生某种伤害 都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因为中美之间 已经不具有战争的能力 美国也没有跟中国打仗的能力 中国也没有 所以既然是这样 你们不要把台湾给牺牲了就好了 好 谢谢革命先生的点评 但必须纠正一个错误 人家张高丽同时说的是 宇宙中的一粒沙 不是星空中的一块石道 星空中的一块石道 是宇宙垃圾 这一点必须要进行纠正 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只是对这个播客节目 其中一些要点进行了呈现 在整个播客节目 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经济关系的 一些有趣的议题 比如就特别谈到 来中国的电动汽车公司 现在怎么到墨西哥去生产了 那墨西哥生产 为什么不能加入 北美贸易协定中的特别优惠 就是因为中国的部分 超过了在北美的部分 不符合有关的规定 那么中国现在制造链转移 向越南到底转移了多少 有这些一些经济的讨论 也非常的有趣 那么在今天节目之后呢 我们也会在华尔街电视 为大家完整的呈现 来自布鲁金斯播客网络 其中一档节目叫做Dollar&Sense 直译叫做美元和理智 实际上这个Dollar也是 这一位主持人Dollar杜大伟先生的名字 这样一个比较俏皮的说法 那么他呢 经常会采访布鲁金斯研究所内部的一些设计国际事务和经济问题 特别是中国问题的专家 特别推荐给大家 今天稍后啊 这一次播客节目中更多的更详细的内容啊 也请大家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现场节目 我们会为大家进行完整的翻译和呈现 以上呢就是本期思想先驱报的全部内容 在今天的思想先驱报中 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布鲁金斯研究所播客网络的一期播客节目 主讲人呢是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中心 约翰桑顿中心的新晋的主任何瑞安先生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内容是不是赞同 您对于何瑞安先生对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未来的表述是不是认可 不认可 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有卖团以及如是我闻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我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我还好啊 每天主持两档节目就可以了 何必接着还是从早到晚一直在主持节目 大家看到的 我没主持节目我在做杂货 对不是在在在这个频道就是在那个频道啊 然后呢要么是在和人战斗 要么是在和AI战斗啊 始终处于这样一个工作状态 近期啊我们对于中美关系啊 为大家介绍了一系列的评论和分析 昨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带来的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蒙古 以及台湾事务的主任何瑞安先生 现在的布鲁钦斯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主任啊 针对中美关系的分析 其实有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啊 还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 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比如啊 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过的哈佛大学肯尼迪 政府学院的教授斯蒂芬沃尔特 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最新一篇专门文章中 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到底是不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还是一个所谓的泥足巨人呢 对抗中国是不是应该优先于美国所有的其他问题 比如乌克兰问题 比如气候变化问题 比如美国自己的国内移民困境 比如伊朗问题 美国的国内经济复苏问题 这个中国是不是只是重要问题 诸多中的一个 还是他就是最重要的 关系到美国生存性的问题呢 沃尔特教授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发现 哎 这一些比我更了解中国的严肃的中国问题的观察者 似乎连这一些基本的本源性的问题都没有回答 比如啊 有一些观察者认为 对抗中国就是重中之重 美国甚至应该从乌克兰抽身 从世界舞台上抽身 集中所有的精力来对付中国 而不应该被其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分析 分心哦 哎 但是同样中国 关注中国挑战的另外一批学者认为啊 现在啊 与中国的战争风险正在上升了 啊 外交关系委员会最近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认为啊 整个亚洲的军事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 并且啊 要求美国在台海加强部署和威胁 还有学者认为啊 现在中国的实力啊 已经接近顶峰了 中国政府啊 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最终衰落了 这是不是中国的机会之窗呢 有学者认为 这是应该值得警惕的一个时间段 因为在中国实力走下坡路的时候 习近平可能会更加冒进 也有人认为啊 中国实力已经达到顶峰了 很快就被美国甩下了 还有学者认为啊 特别是这个康奈尔大学的这一位 像杰西卡陈威斯不断的警醒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说 我们啊太过夸大中国的风险 最后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两国会陷入自我实现的漩涡式的关系恶化 不管最后是谁等顶两国的处境都只有更加糟糕了 这个沃尔特教授的文章开始啊 就很诚实的跟我们承认 说啊 我刚才列举的只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轨迹的一小部分观点 有关于中国的啊 可以说是七嘴八舌讨论是千差万别 到底谁是对的 我不知道 我估计您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承认这一些人比我更懂中国 我可能呢有自己的预感 但是让我特别感到沮丧的是 即使是严肃的中国观察家群体 在给美国政府进行建言之前 就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中国现在的实力到底如何 中国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这一些本源性的问题 还没有得出结论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沃尔特教授说我没有答案 但是啊 或许我可以问五个问题 作为对这一些学者的一项公众服务 这种比较幽默的说法啊 说啊 我会把这五个问题列给大家 也许这一些问题的答案 就会告诉我们 对于中国 我们到底应该多么的担心 那么沃尔特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前景 你倒是告诉我 中国经济的前景到底是功名 走向黑暗 还是介于两者之间呢 沃尔特教授开宗领议就讲了一个问题 国际政治的力量角逐最终啊 仍然是经济力量的角逐 你可以说啊软实力重要 个别领导人的这个能力天才重要啊 民族性格重要啊 机遇重要 国运重要 但是底线是一个国家保卫自己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 最终还是取决于自己的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雄厚 可以制造尖端武器 训练一流人才 提供丰富本国人民生活的商品产品 生产盈余在全世界建立影响力 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赢得尊重 让自己的话更有分量 同时也是增强自己自身模式吸引力的一个好办法 所以啊 我们首先需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到底怎样 这个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的经济表现 可以说让世界瞩目 沃尔特啊 也提出了一个 一个 一个 让我们觉得是一个 啊 本来是常识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人说的一个问题 就说 没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会相信 中国的经济 会恶化到 跌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的行列 但是现在的确中国的经济啊 面临着阻力 而在渴望的将来 这一种阻力不可能会减弱 只能会更来越来越强 比如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比如中国的金融体系不透明的问题 比如中国债务负担严重的问题 比如中国房地产行业现在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从这些角度理解 或许我们不难发现分析师对于中国的长期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原因 但是沃尔特教授也说 不管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经济问题 做空中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赌注 事实是中国的工业在很多的重要领域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 比如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 沃尔特教授同时提及 世界顶级的建筑基建类公司中有三家都是中国企业 而三家收入最高的企业全部是中国的企业 现在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是不遗余力的确保关键矿产和金属的开采权 基于种种种种作为沃尔特教授仍然相信中国在未来仍然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但是大问题或者说是真的难回答的问题 是中国是超越美国吗 中国会超越美国到什么程度 中国是实现大体上的平起平坐 还是在经济实力的多个关键领域永久性的落后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厘清这是讨论中国对于我们造成多大风险多大威胁的基础 有关于沃尔特教授提问 中国这个经济实力的问题 前景到底是光明到底是黑暗还是中间的某一些状态 沃尔先生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是三种状况都有很多的事情非常的光明 很多的事情非常的黑暗 很多的事情就介于在这个黑暗和光明之中 所以三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讲都同时存在 有一些问题 人口问题 社会福利问题 经济持续性的问题 环境保护问题 这些问题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 甚至是发达的国家都面临的一些共同的问题 人口的衰退 不仅仅是在中国 在日本 在韩国 好像韩国的情况也相当的严重 美国 我也每一天看美国的智库 其中有一篇报告就是讲 美国的人口为什么下降 美国的家庭结构 家庭制度 为什么会面临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有一些是全球化的共同的问题 包括健康问题 有一些问题呢 是中国独特存在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司法体系 仍然是很让人质疑 在民法方面 有很多的进展 在这个 涉及到行政领域 涉及到政治领域 涉及到行事领域 就有非常多的令人不安的 不放心的这些地方 另外就是 跟中美之间的对抗 有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 中国的持续的科技的增长力 还是说 中国自己建立一套 超过美国或者是低于美国的这么一种状况 那么中国的经济的实力 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 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受损 不会像过去四十年三十年那么高速的增长 但是中国就算是保持 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或者低一点或者高一点 这种速度增长下去 都不会亚于其他很多发展的国家 它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的增长点 可能是美国的两倍 可能是欧洲的两倍 这样一种GDP贡献的速度 在未来一段时间 不太会进行根本上的改变 从整体来讲 中国的经济的实力 跟美国可以说是 有一些你美国比我强 有一些中国要强 美国很难会形成一个 像中国这样的一个 制造业的一个体系 美国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 然后最近我们看一看 两个例子是最清楚的 两个例子都是两人总统所做的 一个是在微信康星的 那个跟台湾的 那个叫制造苹果的 那个东西大家现在看看在哪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现任总统 极力推广的 亚利桑那州的这样一个 台积电的工厂 按照道理来讲明年就应该投入生产了 但是除了推迟 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 因为文化的不同 整个的结构性的 劳动的市场不同 最终亚利桑那这个事情 是不是走成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笑话 还是说美国制造业的 回归的一个典范 我觉得大家应该仔细去看一看 仔细去看看他们的进展 仔细去看看他未来的这个前程 所以中国的 整体的经济的实力的 技术的前进 几乎是不具有疑问性 但是中国这个过程中间的 产业的调整 经济的调整 尤其是法治的建设 不是像现在这样 粗暴的这个 执法甚至意识形态的 一些宣传的这个影响 如果这两个情况 不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中国的经济的 继续往好的方向走的 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那么这个沃尔特教授 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也是近期我们经常讨论的 就是美国到底能不能够阻碍住中国的某一些技术的进步 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中国的投资禁令 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的限制等等等等 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一系列管制真的能起作用吗 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战最后到底成败如何呢 我们看到美国希望通过阻止中国获得一些先进技术 帮助美国保固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技术优势 同时避免着一些敏感技术流入中国军方敏感部门等等等等 那么美国方面呢一直是强调 我们这个策略叫做小院高强 但是沃尔特教授也很诚实的说 说在我看来啊 真正的目的似乎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 延缓中国的技术进步 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军事部门的某一些控制 但是问题是长期你这样做能不能成功呢 沃尔特教授又提出了几点质疑 首先就是即使是和中国仅是在某一些狭窄的领域啊部分的脱钩 对于美国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这一些限制第一是会减少美国自己的创新速度 第二呢就是所谓对于中国的限制啊 你必须要配合美国配合美国的行动 其他国家必须愿意加入美国的阵营 这样才能够更加奏效 而从历史上来看呢 技术壁垒从外都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所谓百密一疏 而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导致一个相反的动力 就是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促动性 中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自足的能力更加强了 沃尔特教授也说啊 据我了解啊 这是消息非常灵通的专家们 对于这一些出口管制措施 限制中国的技术措施的有效性也存在分歧 我们知道一九四一年的时候 美国对于日本也实施了出口管制 当时被认为是相当有效的 但是现在中国不会坐视不管 我们也看到中国已经对在美国公司和盟友啊 进行一系列的报复 而对于这一些反制措施可能不会就此停止 那对于这个问题何明先生你是怎么看的 这是一个我们讨论了很多次的话题 我认为从某一些技术的具体来讲 对中国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延缓 甚至可能还在根本上造成一种障碍 但是从整体来讲 应用科学啊 中国的应用能力 运用能力的程度 这个一点都不比美国差 甚至一些基础科学 虽然相差比较遥远 但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国家的力量的支撑 已经慢慢开始不亚于这个美国了 原来我记得三十年前 以前中国的一个科学家 谭扎珍教授 他就是把人工基因这个词 引入到中国的一个生活学家 毛泽东还赞扬过他等等等等 这位老先生呢 当时跟我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了 他说你要告诉中国留学生 不要回中国去 为什么呢 他说中国没有研究的条件 你回出来没用 你去跟中学生上课 你去做其他工作浪费你的才华 因为美国的实验条件实在太好了 这个事情对我影响非常之大 几十年来 我经常跟这些科学家 跟这些教授们呢 进行这个交流 但是发现最近几年 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美国的大学的实验室 国家的实验室的经费 管理 甚至人员的结构 都有了一些以前不一样的变化 很多的实验室那么非常辛苦的 艰难的工作 往往是由博士号 或者是很低心的 这些研究作所来完成 而且往往是来自于斯拉夫啊 来自于犹太人啊 来自于印度人啊 来自于中国人 本身的美国的年轻人 不太愿意从事这些科研的工作 当然了美国的条件实施呢 好之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科学人才来 但是问题是 美国的这个移民制度的这个僵化呀 造成这个很多人才啊 很难在美国留下来 造成一种非常焦虑的不安的感觉 所以印度一些 这个科学家 中国的一些科学家 尤其是中国一些科学家 面临着中国倡议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巨大的阴影 所以有的人就选择回中国去 那选择回中国去的确定是什么呢 确定当然是很明显 信息不是像美国这么流通 创造的研究的环境 不像美国这么自由 但是呢 在中国的如果你在美国 大学里面拉到了终身教职 或者你又是名校比 要出来的 你在研究系统里面工作 又相当来讲比较年轻 那中国给你的科研的条件 不一定的不比美国差 甚至你可以说拿到了经费 领导的团队 你自己的荣耀感 你自己的实力 可以动用的实力 都会比美国要好很多 这个和现在已经在美国 比较公众名就了 或者说年纪到了一点程度的科学家 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如果你达到了60岁左右 已经退休了 你在美国有了房子 有了车子 有了宗教信仰 或者是有了其他事情 你对美国的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 你对中国会有非常严厉的批评 甚至越来越的中国的国家 不被你喜欢 但是对于那些年轻的科学家来讲 他们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70号 80号 90号 他们都不同 他们的眼光更加开阔 他们对中国的很多的东西也有不满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一种不可接受的程度 所以很多的华裔科学家回到了中国 那即算是中国本土的科学家 他们也不仅仅只是到美国来接受教育 他们到欧洲 到日本 到澳大利亚 到加拿大 到很多国家所接受的教育 已经足够在中国的某些领域方面支撑起他们的科研的力量 所以中国的科研和美国的科研的竞争 笼统地来讲 含糊地来讲 美国还是会在很多领域里面占有领先的地位 但是中国在后面紧紧跟上 也许呢 两个国家有一种互相推动和促进性的作用 也许呢 在某些领域里面就会变成两套系统 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的 某些计量方面啊 甚至器材驾驶方面啊 有一些不同 但是本质来讲 还是一种科学的进步 我觉得中美之间科技竞争嘛 从各自来讲是有一些伤害 但是从整体的科研发展来讲 未必有那么大的伤害 因为它有一种另外的力量的推动 就是民族的情感和国家的力量 和意识形态的趋势 这些力量有时候使国家投入更多的精力 财力也使这些科技者本身呢 也有了另外一些动力 好 谢谢何明先生介绍啊 那么刚才啊 我们是介绍了沃尔特教授 五个问题中的前两个问题 哎很不幸 今天啊导播在我面前准备的这个小抄啊 到这里戛然而止了 挺好挺好挺好 怎么办呢 只能是凭这对我对这篇文章的记忆啊 能不能换一个时间讲 继续为大家讲说 关键的问题还没有讲到 那么当然了 如果我对这篇文章的记忆啊 有所不当的话 那我明天呢 会在这个思想先驱报中 为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啊 这篇文章沃尔特教授 问的第三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于习近平本人 他呀也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习近平到底是另外一个毛泽东 还是另外一个李光耀呢 哎言外之意就是说 习近平他本人啊 到底是不是具有某一种政治上的破坏力 和政治上的破坏性 他本人的思想是不是完全就是倒退的 还是即使中国啊 我们说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 中国像美国这样啊 搞多党制的选举不可能 但是习近平能够靠自己的某一种政治权力 政治手腕 以及他对于中国啊 未来前途的把握 让中国走入某一种良性发展的道路呢 这是沃尔特教授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而在这一章节中啊 沃尔特教授又提出了另外一个 让我觉得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我不知道 就是习近平啊 对自己能力的判断和外界对于他的判断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说呀 说习近平的权力越大 他对于政策的判断就越糟糕 但是现在啊 如果习近平要在这个职位上干一辈子 那应该怎么办 如果不是十年 而是二十年 到底应该怎么办 他说呀 说在我看来 中国近期和中期的前景 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习近平到底是不是有他自己想的这么有才华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绝对是一个巩固权力的天才 我们同样能够看到的是他似乎对于中国经济管理不善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导致了中国形象的不断下滑 和明先生那就要问你这个问题了 沃尔特教授同时也说 说这个啊 我们叫做能力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说是习近平一个领导人的问题 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 在货币政策上有灾难性的失败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网站推特 现在叫X的管理上也有失败 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公司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有不受约束的权利有的时候就是灾难的根源 有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危机 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巴菲特也好 还是我们刚才提及的李光耀也好 他们似乎即使是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没有相应的权力制约 仍然能够保持公司的良性运转 保持国家的某一种禁忆 那习近平到底是一个太过于自以为是的聪明人 把中国带向灾难 还是一个有能力者 能够让整个中国陷入某一种良性的禁忆之中呢 这是个大问题啊 其实每一个问题我都可以讲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不仅是中国人 世界上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看别人都是能力不行 所以每一个国家 最多的就是总统或者是总理 那么在中国也不例外 习近平虽然一片马屁鲸 跟他搞了习近平这么多的文集 也各个场合上面呢 就是习近平的形象 习近平的言论 这个 这个 到底都是 那么 做什么工作 都好像 你不要学习习近平 不要了解习近平 就没办法搞清楚中国的这么一个方向的一个地步 似乎习近平是一个新的一个独裁者 新的一个毛泽东 甚至比毛泽东更糟糕 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 当然更多的是贬低他的人格 贬低他的学历 贬低他的资历 什么梁家河啊 功能兵啊 小学文化成都啊 小学博士啊 等等等等 这种评论呢 美国人都有他的权力 美国人都可以通过这种发泄 来满足自己的能力感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现实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今天习近平执政之后 所造成的这些问题 确实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比如说中国的国际的形象问题 很显然 中国的外宣工作 是做了相反的事情 中国的外交部 反而塑造了习近平更糟糕的形象 中国更糟糕的形象 但是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西方或者海外 有多少程度 离开了这些现象之外 中国外交部 或者是中国大外宣的这些恶劣的推广之外 你真实了解中国有多少 你真实的了解习近平有多少 你真实去了解一下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40年积累的问题 如果不清理会怎么样 中国是不是要重复一个 这个 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 一下子左一下子右一下子开放 一下子崩溃 一下子钓鱼的这个陷阱 还是说 要像日本人那样 呱呱的听美国人的 或者像东欧那样 一个混乱的 一个不确定的 一些社会制度 社会关系 就是糊里糊涂的这么一种状况 还是说 中国要按照习近平这样 要建立一个相当纯庆的 一个中国的未来 我觉得很有可能 中国是一个更多混合体的一个中国 有一些事情 习近平能够达到他的目标 而且很多方面 习近平想做 或者他有这个权力 也达不到 因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很多的力量 很多的阶层 很多的对事情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些事情最终也会影响到 习近平的决策的结果 所以中国不是单纯的习近平的问题 中国是民众的问题 思想者的问题 也是这些作家 文学家 艺术家 政治评论家 教授 科研人员 各种各种人物 在中国的这个舞台上 他表现的这个力量 是证明习近平的判断错了 习近平的判断 造成了误导 造成了扭曲 还是说习近平在某些方面 呼应了这个时代的某一些 具有前章性的 洞察力的一个未来 还是说有些事情他也做得很差 我觉得这些事情 第一 有时候要具体的分析 第二 有时候也未必现在能够得到这个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很显然的 现在大家都是绿意去讽刺 去批评 甚至嘲笑习近平 我很少在过去这些年 看到赞扬习近平的人 也有 但是非常之少 这本身就是很不正常 这本身就反映了 人民的某一种潮流性的一种趋向 就像何岳安这个先生昨天 李吉博士在华尔街论坛所讲的那样 也是思想宣誓报所讲的那样 就是说我们不要跟着潮流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这种所谓的潮流 其实就是错流 就是乌错之流 就是大家 你这么讲 我也这么讲 你这么讽刺别人 我也跟着别人 就讽刺别人 你这么去嘲笑别人 我们跟着嘲笑别人 其实很多事情是并没有真正的洞察力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时代 今天大家吵这个事情 好像吵成中国一下子完蛋了 明天吵那个事情 就是习近平完蛋了 后天吵这个事情 又中国怎么怎么样 其实有些事情 能够静下心来 诚实地面对中国的问题 诚实地看到中国的成就 诚实地看待今天的中国 对世界上的文明价值 造成了哪一些破坏 诚实地看待今天中国 对世界上做出了哪一些贡献 这些是一些基本上的讨论的基础 但是很显然西方在这样的条件 现在并不充分 很多人还是落入于人权问题 落入于民族的问题 落入于中国的存在的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 你不能说不存在 但是它不是中国的全部 就像今天的中国的经济问题一样的 你只看到青年的实业问题 你没看到普遍的实业问题 你看到这个出口的 这个萎缩的问题 你没看到是国际市场的问题 你看到中国的某一些房地产的崩溃 你没看到中国的某一些产业方面 这世界上已经具有领先的地位 所以中国的层次 已经非常非常之多了 这是40年的改革开放 所带来的一个变化万千的一个 中国的可能性的一个基础 也不是单一的李光耀 也不是单一的毛泽东 好 谢谢何明先生介绍啊 这个沃尔特这一位学者 其实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所以他在对于中国进行分析的时候 他提问比他给出的回答更多 但是在这一篇文章中 他也非常诚实的讲到了自己的困惑 并且说比我资深的研究中国的人这么多 你应该帮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何明先生现在告诉我们 有关于中国的问题很复杂 一句话说不完 那么我们的这个导播非常非常的机智 中间是临时悄悄进场 在我面前换上了新的小抄 现在我终于是有这一篇文章 然后半部分的笔记了 可以比较准确的反映乌尔特教授的原意啊 那么乌尔特教授问的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美国现在呢 希望在亚洲实现某一种再平衡 这个再平衡到底能不能成功 美国眼中的中国到底应该多么可怕 实际上啊 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实力 也取决于亚洲整个的安全环境 以及亚洲经济伙伴的选择 表面上看美国的确是在亚洲开启的一系列的活动 比如印度和美国持续走进啊 这个美印关系友好无上限 现在呢 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也好 也进入了四方安全对话 此外又有奥库斯协议 可以说是加强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战略和安全合作 日本也在增加国防开支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可以得到某一种修复的可能性 我们也看到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亚洲的其他地方公众舆论对于中国的全球角色更加的警惕 不管是对是错 他说大家对于中国的投资兴趣现在往往更加的警惕 但是乌尔特教授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质疑 他说呀 我之前啊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美国在亚洲搞平再平衡 最终效果到底如何 现在仍然有待观察 乌尔特教授为什么会做出不这么乐观的分析呢 他说啊 在亚洲建立美国为中心的平衡联盟实际上有好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集体行动有一个问题 大家各自利益不同啊 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欧洲本身不愿意在亚洲扮演太重要的安全和战略角色 只有你美国愿意这样做 另外呀 这个也没有人愿意完全失去中国市场的机会 不仅仅是欧洲国家韩国日本不愿意失去美国自己的企业 也不希望失去 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还是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多多少少对于中国都有警惕 这些国家中也有很多国家 希望美国可以来处理跟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对于自己形成某一种安全上的保护和后援 但是这些国家往往还有考虑的另外一面 就是我希望美国帮助处理我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还可以自由行动 这呢就大大的减少了所谓美国在整个亚洲 在整个印太地区能够建立的安全屏障 对华这一道保护墙的威慑力 最终甚至有可能导致美国国内的反弹 如果美国和中国变得过于的对抗 这些国家很难说他到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会更倾向于哪一方 他们肯定会感到紧张 他们肯定不想在中美关系中成为美国和中国两只大象进行打架的时候被踩平的一片脚草 国际政治中啊有这个所谓的力量威慑平衡理论 而沃特教授正式研究这样理论的一位专家 因此呢他对于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以及大国之间的第三方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的敏感 那么的确如果这一些国家可以与美国形成某一种安全上的联盟 中国在亚洲地区称霸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但是如果美国领导的联盟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联盟 在做的太过分和做的太少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豪赌失败 是不是又会把亚洲的利益拱手让给中国呢 沃特教授提出了他的疑问 美国在亚洲搞再平衡的战略到底能不能成功 关于这一点何明先生怎么看 首先我们看看二战之后啊 美国在欧洲所建立的这种安全平衡安全框架 整体来讲他是个刚性非常强的 但是之所以有刚性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 族裔的语言文化很多因素呢造成美欧之间 欧美之间虽然有这种分歧 虽然有这种不同的看法 但是价值观甚至信仰方面的多元性 都是比较的接近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的缺点非常明显 就是过分的刚性 尤其是北约的存在 那么造成呢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一致行动 造成现在的欧洲的这些问题 还没有走到一个更加宽阔同时的 柔性的一个空间 而亚洲不一样 亚洲的安全体系 亚洲的经济发展 和亚洲的文化形态 在我看起来是一个会稳定性的一个框架 就是说它是一个摇摆型的 它可以呢就像我们的建筑一样的 达到一点高度之后啊 它不能那么刚性 而它需要有一种水哼风啊 水啊 流动啊 这么一种框架 这种框架呢在我看起来是相当的安全 这就造成了亚洲未来 不太可能像愚蠢的欧洲这样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现在还在打 找不到和平的一个起点 而在我看起来呢 美国和韩国和日本的联盟 不足以在亚洲形成一个真正的 一个绝对的 不可改变的 一个小白月的一种形态 而是更多的是对中共的 这样种这个 军事不透明 军事过分的刻章的某一种牵制和平衡 但是它不足以阻止中国的军力的继续发展 因为中国的军力并不是追求 一个日本一块地方或者韩国一个地方 它的目标是全球雄心 全球的学习美国的这种全球投射力 美国的很多的做法实际上是中国 中国跟到后面学的 美国搞军攻复合体 中国就搞军民迎合 而且呢 在意识形态方面来讲 中共表面上有一套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啊 升线又有什么习近平思想啊 实际上这都是非常虚空的 它比美国这种传统上的宗教信仰的力量 还是大大的不同 或者是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太多的基础 你不搞政治学习大家都不知道了 对吧 宗教信仰就是你不上教堂 你内心世界还是有个上帝 这是根本上的不同 这种不同 恰恰呢 在一个无信仰的一个社会里面 它更加具有务实精神 更具有弹性精神 其实这一点不仅是在中国 附设到东南亚东北都会出现的情况 当然韩国稍微特殊一点 但是呢 它的力量还是太弱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 亚洲 你美国能不能平衡多少 不能有一个精致的答案 它很有可能做到的一部分 牵制了中国 但是更大的部分 也牵制不了中国 双方之间的冲突点 其实是相当少的 你现在能找到的是 这个归立宾 对吧 或者找到的是台湾 或者是朝鲜 但是这些地方你都很难发现呢 除非北韩又去打到南韩去 统一所谓的朝鲜 那么 或者是中国又打到台湾去统一台湾 但是这些事情都不具有真正大的 这个科长性 美国和欧洲的力量延伸的力量非常小 欧洲自己都搞不定 还搞得什么亚洲呢 也没有那个心思 除了这个英国 但是英国有什么军力啊 有什么实力啊 自己都一塌糊涂 对吧 真正有实力的就是美国 而且有比较有实力的日本和韩国 但是这三个国家正如教授讲的 那即算是美国 因为很多企业想跟中国做生意啊 对吧 中国一方面 他似乎想抵御外面对他的侵蚀防止颜色革命 但是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关上这个大门啊 所以所谓的柏林墙在中国 在亚洲是建立不起来的 不可能再出现一个长城 也不可能出现一个柏林墙 这是一个亚洲的一个 这是非稳定性的一个平衡 或者是一个稳定性的安全框架 这个正好是我几十年来的研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 当时我在三十多年以前就讲了 其实亚洲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老板 谁都当不了老板 因为美国人认为我自己也是老板啊 我也是亚洲国家 对吧 我也是太平洋国家 是不是啊 我是这个亚太地方的一部分啊 而这个日本呢 大家根本不可能在根本上接受他 他也没这个力量 而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某些作为 像那些亚洲国家 虽然看着中国人有钱 中国人市场也没办法 但是心里面真的服气你这个中国吧 未必 最近的这个Po的调查显示出来 在东南亚的地方很多人都更喜欢美国 而不是更喜欢中国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相当的复杂体 这种复杂体是人类最壮复的一种 亚洲关系 源于比当年的关系 任何一个时代的关系 都要美妙很多 都要复杂很多 都要动它变化多段 但是不至于呢 像欧洲这么刚性 好 谢谢何明先生的点评啊 那么沃尔特教授问的第五个问题 就不仅仅是亚洲 世界其他国家怎么选择 我们看到的更多是 大家是在中国美国的竞争关系中 寻找自己的某一种机会和获益的方向 而不是基于倒于另外一方 但是更让我觉得直接 值得与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沃尔特教授在这篇文章最后啊 给我们的一点警示 他说呀 这有一点我必须强调 如果呢 夸大中国的威胁 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那么祝贺你 未来你的工作会非常容易做 你总是可以借助一点天然的优势 就是外界没有办法 确定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制造各种各样可怕的场景 这里啊 沃尔特教授也直言不讳的提到了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 当时就是有很多美国人相信 他们的社会正在被一些假装是爱国公民 但实际上啊 效忠于邪恶克里姆林宫的啊 这样的一些所谓内部的间谍啊 来破坏 后来呢 历史显示 是不是真的有苏联间谍在美国的确有总共多少人呢 几十个人 根本不是 当时红色恐慌曼卡西主义所宣扬的那种 好像是不是半个美国都是红色中国的天下了 但是啊 在沃尔特教授看来 这一种红色恐慌产生的基础 其实现在远远没有消亡 第一我们不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邻居这个人啊 到底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啊我们对面住的这个人啊 整表面上看上去很老实的内地 内地里到底是不是效忠中国啊 从这个角度而言呢 沃尔特教授也对于我们媒体啊 这个新闻工作的从业者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他特别提及的是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 我记得沃尼先生其实也在我们的节目中表达了恰好一致的观点 这篇文章是哪个文章呢 就是说啊 说中国的黑客秘密植入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 而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被美国方面获取了 而认为呢这一些恶意软件啊 已经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 纽约时报是一家非常严肃 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媒体 沃尔特教授就说啊 那我们就来评一评纽约时报这一篇文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第一美国人对于是不是可能会有网络珍珠港啊 实际上一直是有潜在担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黑客能力很强 中国对于美国是一种真实的 我们叫做竞争对手威胁挑战 大家都认为这一种危险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危险客观存在和我们真的应该非常担心 中国人已经抢入我们美国后院了 是两个概念啊 我们身边是不是真的潜伏着很多中国网络安全人员啊 在我们的系统中植入的代码 我们的信用卡信息 住宿信息 我们生活隐私的方方面面 是不是已经落入共产党之手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 来自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文章的信息来源是谁呢 是一篇啊 未具名的高级政府官员 那如果您是从事媒体行业很清楚 这实际上就是官方认可的一次泄密 美国政府允许他去跟媒体说话 但是呢他不透露自己的名字 这呢是由官方渠道的一个将媒体的一个对外的 说的难听一点是放风 说的好听一点是提供消息 但是沃尔托教授提出了一点 第一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第二 他只字未提的是美国在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行动 文章呢引用了一位官员 说啊 对于对于中国啊 也有很多啊 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 哎沃尔托教授说啊 说我很难相信这么多年啊 中国一直是秘密的在我们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中 指出恶意软件 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美国的网络司令部啊 资金这么雄厚 我们的技术这么天才 我们只是在防御 我们根本没有对中国进行任何的反击 他说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美国需要担心的问题不是中国的 是我们自己的人到底都在干嘛呢 他就说啊 说这个实际上是两方面 第一这个消息来源到底是谁 第二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认可这个人 以非知名的方式 在这个时机向媒体说话 第三 如果中国的确是对于美国的技术设施网络 中国进行了进攻 美国到底在做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根本没有防御住 我们是不是对于中国丝毫没有类似的网络上的进击和行动呢 他说啊 我并不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我是一个研究国际关系史这一方面的学者 如果以史为鉴 我想说的是美国对于中国 还有对于对于就类似于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 更有可能犯下的错误 是因为某一种暂时的恐慌反应过度 在多条战线上把自己的战线拉得太开 做得太多而不是做得太少 最后导致自己更多的吃力 本来可以更加集中力量 有针对性的一些行动 最后反而无疾而终 当然沃尔特教授说 关于这些问题 我不是专家我也没有答案 我只能提供一些思考 更重要的是需要问一些问题 在这一篇文章的最后 沃尔特说 我希望这一些聪明的 比我更了解中国的专家集思广益 如果你们能够好好讨论讨论我问的问题 我将不胜感激 希望你们可以公开的这样讨论 并且尽可能详细的告诉我 你们的资料来源 你们的推论和推理是怎样做出来的 像我这样不懂中国 但是关心这一些问题的人 希望能够在更知情的情况下 对于中美关系 这样重要的战略问题展开辩论 文章到这里也有结束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和民先生 沃尔特教授在最后这一段的分析 你是不是认同 第一就是这个如果是想 以制造中国恐惧吃饭 那未来你的命运会非常的好 因为制造恐惧非常的容易 而大家对于中国的情况 的确就是两眼一抹黑 不知道 第二就是我们的媒体同行 即使是非常可信的媒体同行 关于中国的报道 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具体来看 是的 这个我们 上一次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讲中国方面公布 这个美国 去侵略了中国的一个 武汉地震的监测系统 当时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是美国 对吧 你中国不是很牛吗 你的技术很厉害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防止这些东西呢 这是涉及到公共完全的东西 在很多领域看这个报纸 中国的报纸是不可相信的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西方这个媒体 它专业性的 是我们中国媒体没办法比的 但是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报道中间 你也可以发现问题非常非常多 都被你误导了以后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你的辨识能力不达到一定的程度 你要天天看这些报纸 你就也是了 还不如不看 你被误导心是非常非常之强的 现在关于这个中国的问题 有的是把中国的能力夸大得无限的大 有的是把中国搞成就是 这个好像中国随时 都可能已经崩溃很多次了 你去看看有一些西方的 某一些宣传工具 你就很清楚 天天中国就是这个崩溃 又是房地产 又是这个爆雷 又是这个东西 又是习近平怎么样 就是这些东西 另一方面 又是把中国的力量搞得非常强 你诚实的看 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社会的品质 社会的能力 要被全球这么多的国家所认可的 虽然美国有民主问题 但是仍然被全球界所接受的一个中国 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三十年四十年 也许中国的经济力量不亚于美国了 也许中国的科技在很某种领先了 但是中国的这种文化 中国的这种软性的力量 虽然美国也没有什么软力量 那跟美国还是不是在一个层次上 如果美国有了这种信心 那你所原来的推广的一个包容的一个开放的一个自由的世界 既然成就了今天的美国 也应该是世界上的未来 中国应该成为开放当中的一部分 让它更加学会文明的准则 更加尊重言论自由 更加尊重人权 更加尊重国家的国际的这样一个秩序 但是呢 如果美国要采取这种打击的方法 第一方面 美国要付出非常大的一个对价 第二方面呢 美国能不能像 及到当年的德国拿塞 及到当年的斯大林 这个苏联 我坦说的说 是个不确定的一个未来 不确定的未来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去看看现在的智库的报告 我去看看西方的这些媒体关于中国的这些报道 那么智库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 但是真正的优秀的东京的文章 非常非常的罕见 首先当然我会骂万物的中国新闻封锁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是老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是热于中国的 他们是对中国有过很多的这个帮助 但是他们接受的信息非常非常的狭窄 甚至越来越狭窄 所以他们表现的那种言论啊 使我都感觉到 是我认识的那个西方的学者吗 他们的那种包拥 他们的那种高贵 所以哪去了 这不是早几天讲的 这个独裁者年纪越大 他就越邪恶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思想者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他的思想也会受到局限呢 我不知道 但是年轻的一对中国问题的专家 他们还没有成长起来 他们能不能像过去的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一样的 真正了解中国的一些真实的层面 到了中国去访问接受中国的民众 而不仅仅是看到中国的某一些层面 过去的中国问题的专家 帮助中国的人权 民主和社会的 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发展 确实取得很大的推动的作用 但是今天的中国 已经不单一的是这些问题了 新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 尤其是给总统提供帮助资深的这些专家们 能不能真正了解中国 像我早几天 班农总统说 中国是一个定时炸弹 我觉得如果总统是一个嘲笑玩笑 一个随意性的讲话 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中国的经济是个定时炸弹 第一 中国没有这个爆炸的能力 你说中国的股市现在这么惨 对世界的股市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但是美国的股市如果很惨 在世界上那里一定跟着一切悲惨 那谁对影响他呀 那当然是美国巨大无比的 那中国升息和降息 对这个全世界的股市可能百分之零点几的影响 而美国的升息和降息 那对很多的国家来讲是财富性影响 谁是电视炸弹啊 谁有这个能力啊 我觉得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爬出自己麻下的地来 而不是一个电视炸弹 那所以这些认知方面的一些偏差 是总统的这个中国简报 这个没有看我们的中国简报 是看了他自己的中国简报 还是说呢 他就是这么随便讲一下 因为美国的总统他需要民意的支持 他需要一种鼓作勇气 最好说中国一天一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都好起来 那就好了 很希望呢 总统这次是对的 可惜上一次没有对 他说中国的经济 比我们增长的更差 结果后来呢 真正的数字出来 中国反而比他好 所以有些事情呢 我们要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维度 来看待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关系 怎能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独裁的一个世界 中国是这样 美国是这样 世界也是这样 单一的一种结论 把中国讲的那么邪恶 把中国讲的那么美好 其实都不是事实 好 谢谢何明先生的介绍啊 那么呢 沃尔特教授啊 在这一篇文章中啊 可以说是提了五个问题 但是更让我觉得欣赏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承认自己对这些问题 也并没有答案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也是保持对于中国的谦选 因为的确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 有太多的东西 我们还不知道 只能是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 不断探寻新的信息 更多的向观众朋友们呈现有关于中国的问题 我们所掌握到的资料和情况 感谢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思想先举报 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导播同学啊 是这个临场应变啊 非常机智的包括幻少的小超 尤其是有我们一位老观众 中兴的观众啊 在他国他说你们能不能准时一点啊 准时这个问题啊 我们是争取啊 我们是这个动态的准时 有的时候早一点 有的时候晚一点 大家算一个平均数啊 基本就可以了 只要是我们的观众有时候很难了解 就是我们一档节目 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手蒙脚乱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在编辑部叹过就差不多 编辑部应该叫战情史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把这个节目的这个直播 不消息 十二一公斤